大家好,我是鹅官長 今天是我搬到新家以後的第一期視頻 也就是之前幾天我沒有更新 是這個原因 沒記錯的話應該有四天沒有更新 比較抱歉 而且我之後這幾天的更新頻率都會比較慢 因為我們還要組裝傢俱什麼的 那麼我們今天來看一下最新的原子商店導覽 是第二波的赤色分子主題物品 首先我們也看到右側的頭圖也換成了這個解放者的頭圖 那麼我們進原子商店 OK,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大堆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堡銅捆包 裡面包含了什麼呢?包含了解放者的圖標 不對,不包含解放者的圖標 包含地堡 還有電線圍欄 這個電力圍欄 還有這個保險箱 保險箱特別好看 那麼我們 我們有15000原子點 對吧各位 我們還能說什麼呢? 第二個 紅色驚嚇動力裝甲皮膚 這個動力裝甲 它不是綠的了各位 它是紅的了 這個其實我是很想要的 因為首先而且不是這麼簡單 各位你們看 它乍一看只是那個綠色塗裝的改版 就是改了個顏色 但其實不是,噴氣背包是完全不一樣的 綠色版本的噴氣背包是一個電線外露的一個東西 但是這個噴氣背包明顯是更帥 有兩個大噴氣在這個底部 上面還有這個紅色 紅黃的指示 非常的棒 這個頭的話也比之前好 因為之前那個是綠的頭 非常奇怪 這個是暗紅色的 暗紅色的就很搭配 因為大家知道最經典的顏色 黑白紅 黑白紅永不過時 你整個綠的這個就看久了你就不想看 但是紅色黑色白色是永遠不會膩的顏色 然後有一套乾淨的恰麗服裝 這個沒啥好說的 我都不想 我一我一天也不想買這玩 這是地保的更多的樣子 然後圍欄 可以看到這個圍欄的吸附模式有不同的 你可以吸附成這麼一個籠子 你也可以吸附成直的圍牆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保險櫃 還有這個新的燒烤架 燒烤師傅 組合包 還有一個掠奪者斯金娜 服裝 接下來雪英是上週的主題還在 最佳精選我們看一下 未來科技包回歸了 但是這些包裡的東西 我基本都獨立都有 所以我也 我就不想買這個 然後這個分解套件也打折了 赤色七七強指也在打折 接下來我們看到即將下線 那麼垃圾場和盒子可鬥 捆斗包都要下線了 包括雨水採集器 還有這些看似不要錢的圖標 1010 10原子一個各位是真的不要錢 但這個我等會用我多餘的那個 我等會用我多餘的 避設平台的原子點去買 我們看一下special 這邊有個免費的表情是加入我的公共圖標 公共隊伍 狂漫雜誌架也回歸了 包括之前的兄弟會的兩個獎勵 我們看一下它的那個圖標 它已經自動激活了 OK 那我們現在進遊戲去看一下 進遊戲去看一下 我們剛才買的原子物品 那麼由於我的Camp又超預算了 所以呢我帶大家去一個工坊來看 那麼在大家的過程中呢 順便就想說 最近可能一到兩周都不能維持原來的更新頻率的 就是什麼一周三四個視頻 帶直播 我最近應該是直播不了的 這兩周起碼是直播不了 因為我們要 首先我 我明天有個期末考試 然後我還要組裝傢俱 那起碼說要下周 欸 What the hell 起碼說要下周 下周才能恢復我們正常的直播和那個 錄播啊 還有做視頻的這麼一個節奏 那麼當然我會出一期就是 如果大家沒有進群的話 進群的朋友應該知道就是 不少朋友想讓我做一期room tour 就是不是camp的 不是不是輻射76camp的展示 是現實裡搬的新家的展示 呃我也會做 但那個視頻呢 就需要剪輯了 就不像我們的直播錄像和遊戲實況 像現在這麼簡單了 我錄了就傳 那種視頻呢 就需要我去拍剪輯再配聲音 我就沒法說一鏡到底是很難的 這個事情也不是很好展示 如果是用一鏡到底的角度的話 OK 我們進入遊戲 然後我們找一個工坊 讓大家看一下 那麼這個賽季其實已經差不多差不多要結束了 大概再過不到一個月半個月吧 十幾天吧 十幾二十幾天應該就沒了 就就兩周多了也就是 呃所以要抓緊了各位 我我也沒有買 我我其實每一天都做完了挑戰 但是我昨天沒有 昨天我實在沒有空 昨天我整理了一整天房間 昨天就沒有辦法 我們來到這個工坊看一下 這個其實比較煩 但是沒辦法各位 我不想讓大家看 讓我不停的在家裡糾結拆哪個拆哪個的那種 那種 呃就是耽誤時間 所以我們直接來一個工坊 我們直接來一個工坊 這樣子更方便大家 然後我們來展示我們今天買到的東西 首先我們給大家展示的是地堡圍欄和這個保險箱 然後我們展示一下動力甲皮膚 這一期比較簡短 哦還有那個表情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表情其實是一樣的 主要是上面的emoji不一樣 主要是上面的emoji不一樣 OK我們來看一下地堡 地堡肯定是在其他建築裡面砸像 那這就是地堡 我們來看一下他佔多少預算 來我們注意一下右上角的這個條 他佔的預算是不少的可以看到 是不少的 如果你你的camp像我一樣滿了 你想造這個 那你就需要啊 你就需要拆不少東西了其實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堡的內部 還是非常大的 他的牆都是彎曲的 那麼這個地堡是有門的我記得 他這個門是讓你放上去的 我們看一下 對 這就是這個門 可以看到這個門還是很特別的 他上面的齒輪也是會轉 然後這邊還有這些可惜這些機槍孔並不能真的使用 上面有一個通風管道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堡通風管道並沒有接電 還是這樣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圍牆 圍牆是在防禦裡面 這兒 你看我們可以這樣子接 我們也可以這樣子接 我們也可以 這怎麼回事 我們也可以直的接當然 但是他這邊地形 這個這個鬼 這個垃圾場其實不適合 這個地形有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他有好幾種吸附模式 他有好幾種吸附模式 他佔的預算也是有 你你也是能肉眼可見的 但是也不是非常非常過分的多 很不錯 這個圍欄真的很不錯 非常推薦 但這個圍欄只有一種變種 他沒有門 他沒有門 不像其他的圍牆 你看這些圍牆都有這個門 對吧 他沒有門 你他沒有那種入出入的安保門 所以這一點大家要注意 我們看一下這個東西能不能和 應該是不行 你要你要自己 比如說我能在這邊建一個這個 對我們在這邊建一個這個門 這個是可以自己搞 這樣子搞一個檢查哨 但是你是不能 他是本身是沒有門的那個變種 然後我們最後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原子商店塗裝 好 為了給大家更好的顯示呢 那我們 我們放一些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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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把這個頭盔 紅色驚嚇 這是綠的你們看 這個是紅的 然後其他的其實就是變種 我就不用給大家特別看 你看這些就是紅色 你看這些就是紅色 我去 煩人 嗯 紅色 但還是挺帥的 我們穿一下 然後不要忘了這個噴射背包 我們來看一下腿 他也是紅色 但是這個我們還是留現在 來看一下噴射背包的特效 我還是非常喜歡這一套 比綠色的好看多 你們看這個噴射背包 哎 為什麼上面有迷彩 這個噴射背包非常的大 可以看 但是他這個頭燈還是沒修復 你們看他這個第三年程的頭燈還是沒修復 你們看他這個第三年程的頭燈還是沒修復 是吧 我們看這個 非常的其實真的紅色好看 紅色太好看了 紅色比那綠色強太多了 我們來看飛翔 我們來看飛翔 他這個噴火焰噴射 四罐 非常好 我非常喜歡這新出的這一套 感覺很很重型 特別這個噴射背包 噴射背包非常 但上面為什麼有綠色的迷彩 我其實有點奇怪 這個 OK 那反而 反正這可能是我的某個 塗裝選擇出了問題 但是這一套 1400我我個人覺得確實定價有點高 因為他之前賣過一個了 但是這個噴射背包還是非常棒 而且如果他要是先賣紅色再賣綠色 我就絕對不會有多少人去買綠色 因為紅色比綠色好看太多了 那麼這就是這一期的原子聲音導覽 大家下期再見